我是本身教六年班常識科的 講講Sam Lab 如何令到我的課堂翻山 其實學生應該是去享受他們學習的樂趣 所以Sam Lab 給了我一些什麼呢 就是他不需要接线和介面很簡單去處理 這兩樣東西如何應用到我的課堂裏面呢 其實也想讓大家知道 常識科有時候做到一些文本的東西 雖然老師的專業可以令課堂的氣氛好些 但是始終小孩對一些抄寫的工作都覺得比較生硬 所以如果加入一些Sam Lab的套件 令課堂有些玩的趣味在裏面 小孩學起來才會覺得整件事是美好的 但在上面看到他們的專注程度 就是六年班一直大的時候他們的學習 他們經歷了很多的失敗 令到他們的鬥志磨滅了在上面 所以透過Sam Lab 可以令到小孩投入他們的熱情 鑄入圍學習鑄入一些動力在上面 其實整個故事來說 他們是去做一個家居的垃圾去分類的 其實很簡單 每一件可以再生的垃圾 在這個按鈕上面按一下 按一下 他的計算器就會去計算 如果計算到10以上的話 燈就會亮起來 代表什麼呢 其實他已經響應環保了 透過這個很簡單的裝置 按鍵然後去計算 然後有一個數據化的形式 在這個數據裏面 學生在裏面可以注意到些什麼呢 就是其實他可以反思他自己 每一天他自己生產了多少的廢物 而他在這些廢物裏面 當中有多少是可以在生的 他反思他自己 最後他定定自己 他究竟是不是環保的一份子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 從數據裏面 他可以深刻地反思到自己 到最後他們在想著這個裝置 究竟可不可以應用層面再廣大一點呢 例如大廈回收垃圾的時候 哇 真的有時候 丟了就是丟了 去到堆田區 其實很多垃圾是可以再收 再回收回來 再去重用的 那其實 可不可以令到大廈的垃圾 回去做得更好呢 利用這個裝置 是的 那他們不停地去反思自己 然後應用到社會的層面 是的 那到最後 我說原來在這個課堂裏面 究竟你能不能夠令到課堂會起來呢 去利用等等的工具 那今天就是我介紹給這麼多位老師的一個課堂了 多謝這麼多位